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的,都这会儿了,好歹控制一下幸运吧 嗯?他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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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骗人的吧,刚才那是致命一阶 噔,你是拯救世界的大贤者呀 这样的结局也太,寓队 寓队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大人啊 大贤者亚里士多德 因为他那不输给求知狱的信誉的爆发 得到了英勇的制裁 而那成为了致命伤 为他的生涯划上了句号 要好好遵守约定啊 狱主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做高如 布雷塞尔 著名的魔法名门布雷塞尔家的现任家主 也是负责保卫国家边境的领主 而他的妻子梅丽娜 拉多夫也是个不逊于高如的优秀魔法师 这两个人生下的这个婴儿的魔法 才能受到了家族 买至整个领地的期待 怎么了 梅丽娜 那个 总感觉 能感觉到不属于婴儿的幸运 高如大人 梅丽娜大人 魔力测定器准备好了 魔法师会通过魔道具来使用魔法 但是魔道具需要一定量的魔力才能使用 就算拥有多么强大的魔道具 如果没有魔力也无法使用 所以被拥有大量珍惜且强力 又需要大量魔力的魔道具的布雷塞尔家来说 非常迫切地想知道 家族里的孩子的魔力持有量 怎么突然躁动不安了起来 没事 你是我和我的妻子的儿子 肯定有能远远超越我的魔力总量 嗯 怎 怎么了 这个声音是 这 这是 梅乌斯大人的魔力是 三 三 这不可能 连随处可见的平民的婴儿都有五啊 不不不 这上面的数字是不会有错的 等一下 梅里纳大人 刚才 我看到测量器的指针以超快的速度转了足足十一卷 难道说 不是三 而是1103 这不可能 1103什么的 那是笨蛋妄想出来的数字 说笨蛋也太 而且 这个测量器 是哪个大贤者亚里士多德大人制作的遗物 是神器 怎么可能会出现超过一百的数值 会归零这样愚蠢的射击 那 那倒是 就算现在立刻进行魔力欲成的修行 初始只有三的话 可能达不到高卢大人满意的 布雷塞尔家和拉多夫家没有凡人 这个孩子就当作出生以后就马上死亡了吧 听好了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说出来 如果这个情报泄露出去的话 好 好的 走吧 梅丽娜 好 真的是 十三 这样啊 就这样 严重辜负了期待 一个奇怪的婴儿的人生 就在这无人会接近的禁忌之森中 落下帷幕 我居然 会在出生之后 立刻被遗弃 在漫长的人生中 有遇到过一次拥有前世的模糊记忆的人 虽然当时 大家只是当作偶然的一个幻想当笑话就过去了 亚里士多德却在之后 对转生是否存在的可能性 进行了研究 然后 开发了可以将魔力和记忆 固定在灵魂上的魔道具 对 这个又难以想象是婴儿的恶心程度 吸食母乳的婴儿 就是 继承了那个大贤者亚里士多德的记忆 和魔力的婴儿 那个测量器 居然说是大贤者的遗物 虽然确实是我做的 但那是失败品 因为存储的最高数值只设定到了100 拥有更高魔力值的人 根本无法使用的失败的魔道具 明明因为在设计阶段 没有注意到这种事情 而感到羞耻才扔掉了的 神器 说什么呢 实际上和那个巨耳 母亲说的一样 我现在的魔力是1103 虽然比起前世低了好多 不过还只是个婴儿吗 但是那个戒指 虽然只是觉得能用的话最好 居然真的有用啊 不愧是我 有谁来了 怪物吗 从刚才的叫声来看 胳膊铃吗 哼哼 这块布包得太紧了 完全没法动 不过就算能动 也什么都做不到就是了 真是变成了很可爱的样子 玉主 这个魔力是 这样啊 总是受到你的关照呢 梅特拉 蛤 不对哦 圣龙杖灵德武 大贤者亚里士 多得最宝贝的法杖 法杖啊 有什么不满吗 啊不是 有点奶水不足了呀 因为我只是个婴儿 现在没有妈妈了的奶的我 还以为是别的奶来了呢 这样啊 还是再见满玉主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开玩笑的玲玲 请别这么叫我 哎呀 好了玲玲 重新缔结契约吧 知道了 那就从亚里士多得大人那儿 将所有权 啊 对啊 有必要说一下这个身体的名字呢 雷乌斯 这就是我的新名字 了解 雷乌斯大人 Mateo 哼哼 明明基本上用上了权力 只有这种程度的威力吗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玉主 请不要忘了 现在的您还是个婴儿 嗯 哦呀 头在乱晃 因为魔法的反作用 而折断了吗 玉主 头还没有固定好 请注意太过激烈的运动会 损伤颈椎 马上死亡 对了 玲玲 从我死了以后 过了多少年了 嗯 我也进入了休眠状态 所以不太清楚 醒来的时候 魔道具研究所 已经变成了废墟 按照推测 其他研究员自不必说 长寿的精灵族 梅里娜大人 想毕业 这样啊 算了 伤难也没用 难得和玲玲重逢了 做点什么好呢 前世的记忆 前世的魔力 前世的武器 准备好了这些的话 不管什么事都不怕了 率领魔族 建立新的国家吗 还是去战场无双呢 或者利用好这个姿态 激发女性的母性本能 撒鸡 是母乳 玉主 啊 虽然肚子是有点了 但那是 最优先的事情 挺好吧 就算玉主是最强的 现在也只是个婴儿 胃的大小 只能放入一个樱桃 30cc的大小 每三小时就必须进食 三 而且需要持续三到四个月 S 并且就算运气很好地遇到有母乳的人物 如果婴儿用心灵感应说出 给我母乳这样的话 那个人就会给吗 我再问一次 玉主 现在真的还有闲工夫吗 当然有 你有在听吗 啊 当然在听了 我会在这片森林 找到母乳的灵灵 说得那么简单 哈哈 灵灵 就像从前那样 相信我跟随我吧 比前世更加享受这个世界吧 我的朋友 既然无法克服死亡的话 那就超越死亡 那也太难实现了吧 玉主 被灵灵说了 不可能之后 变得更有干劲了 说实话 我无法理解 玉主 如此执着于不死的意义 明明已经得到了远超短命的人类 所能获得的知识 是啊 我已经活得十分充实了 人生已经无憾了 非要说的话 还想揉一揉梅特拉的胸啊 很厉害啊 梅特拉的胸 在揉到之前 还不想死啊 而且 如果转生成功的话 就不会让寿命很长的玲玲 感到孤独了不是吗 转生成功的话 在一起玩吧 约好了哦 再说了 不只是转生 如果研究顺利的话 说不定还能做到不死 相信我吧 我可是大贤者大人啊 这种事情轻而易举 真的要留下来吗 林德武 连有没有成功转生 什么时候转生都不知道 嗯 因为和御主约好了的 但是 就算是约定 身为最强法杖的你 就被闲置在这里的话 不 正因为是约定 遵守异想天开的约定 也是朋友的职责 不过 虽说是大贤者 他也不过是无法抵抗 自己的求知欲的 任性的家伙罢了 明明是魔术学会的领袖 却因为性骚扰的问题 被学会除名 最后还因为性骚扰 死去的可怜的变态 梅特拉大人 也不用放在心上 就算没有那个巴掌 他也会在那一天去世 巴掌删死 大概也圆了他一个心愿了吧 但是 想必梅特拉大人也知道吧 那个男人绝对不会违反约定 我很期待 御主 哈哈哈哈 成功得到了 可以光明正大 进入女澡堂的身体 怎么能在这种森林里死掉呢 你前世也把自己 变透明禁过了呀 不 变透明的话 是没法动手摸的 这个身体的话 闭嘴御主 转身后的大贤者 究竟能否和他说的一样 轻松找到母乳呢 下一话 饿死 敬请期待 诞生自优秀的双亲的雷乌斯 因为魔法适应性的测定错误 刚出生就被遗弃了 但是 拥有被誉为大贤者的前世记忆和能力 不仅说话和走路都没有问题 甚至还会飞得超级婴儿 圣龙杖灵德舞 超强 随行 成为冒险者 歌颂自由的婴儿 爱吃奶 敬请欣赏 大贤者的余生 那就快死了 这种趋势的 我们下边的膨炒 我们下方的家人